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徐杰 徐杰也是被诊召 被毒蜂的国家队诊召了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毕竟广东南南黑白三后卫 徐杰是必不可少的 徐杰现在的国际比赛经验 也是非常的丰富 去年跟随球队去加拿大参加了 奥运欲选赛 也跟随球队去日本参加了世界杯欲选赛 加上之前国庆比赛的经历 徐杰这种大赛的经验 大赛的冷静程度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有很多人声 徐杰在打澳大利亚的比赛时 不要上场 这个应该杜志导会充分考虑 毕竟徐杰1米78的身高 不到1米8的身高 与澳大利亚那些壮汉相比 实在是没有任何身体优势 两场比赛 对澳大利亚两场比赛 徐杰估计要在场下多看一会儿比赛 上场的时间估计不多 但是打日本队 那肯定是用得上徐杰的 因为日本队的球员有的比徐杰还要低 像去年跟日本队打了四场 徐杰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 再说这一次 中国篮篮一共征招了16名球员 相信这16名球员都要跟随中国篮篮出征 澳大利亚出征 因为目前是疫情期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这次本来征招的人就比较少 16个人也刚刚好 能应付足够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这次基本上如果没有伤病的话 16个人全部要跟随球队 从5月22日一直呆到这个亚洲杯 回国之后隔离结束 那么徐杰非常有希望再一次在国际比赛中 证明自己 因为杜丰是非常欣赏徐杰的 徐杰脑子非常灵 传球也非常的贼 特别是被怪以徐中芬的称号 让他有时候 在他身上能够发生一些不确定的情况 所以呢 希望徐杰和他的队友 胡明轩赵瑞 一起在国家队 为广东南篮争光 为中国篮球争光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